youtuber滴妹近年自創手搖飲料品牌 獲得民眾正面評價 早前他更宣布品牌在2023年的營收 接近台幣2億元成績相當不錯 沒想到近日哥哥阿滴卻對此表達不滿 阿滴發文寫道 滴妹手搖店在四年裡全台開了15家直營店 最近還開放加盟聲音樂作業大 接著他委屈表示自己身為哥哥 傳訊跟妹妹要股份卻被對方已讀不回 於是他決定自己開水搖店 向全堂女神宣戰 澄清這不是愚人節玩笑 也強調一時搖水一時爽 一直搖水一直爽 純淨天然的才是一身推 不過阿滴在文摩爾著名了 與品牌合作的活動細節 贏了網友笑愧一直叫大家多喝水 難怪滴妹不給你股份 又網友稱讚 阿滴的字寫得真好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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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也請教我的詞 感谢观看